这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 你那睿智又有远见的老爸 留给你和夏义的大礼 这是我爸跟佐登合作的合约书 是 在这商场上 如果要说做生意的头脑和商业布局 你爸不是第一 也绝对是第二 李总裁 真的是你吗 如假包换的李金河 怎么还会有假呢 那到底有什么重要事 让你特别飞到厦门来找我这晚辈呢 我们到那边坐着聊吧 毕竟是有了年纪了 站久了脚不舒服 来 请 我今天约你来 是想跟你合作 不过你也知道 公司大 人多 意见也就多 总裁 您太谦虚了 您是总裁 您一声令下谁敢不配合呢 话是这么说没错 不过每当要做决策的时候 又要顾忌这个 又要说服那个 就像一条大蛇 爬行起来 头已经往前冲了 尾巴还没听到指令 还在那摇摇晃晃的 不知往哪里摆 总裁 您怎么把自己比喻成蛇呢 要比也是龙才对啊 有句话说 做人做事 要灵巧的像蛇 寻良的像鸽子 您这话 倒是说的挺有学问 有那么多人跟着我吃饭 我要是不灵巧点 怎么经营呢 毕竟我是他们的领导 眼光 当然要看长远点 没错 尤其在这唯利时代 商机等于就是时机 全看主事者 他的判断力和执行力 总裁 您的辛苦我懂 我也正在学习 既然 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我看 咱们就别 绕着圈子说话了 我知道 你让我儿子摄入 贵公司美术馆的 开幕酒会 无非是个幌子 果然 什么事都逃不过您的眼睛 不过我想 这件事我做得太绝了 不 一点也不 我知道 你这是在试探我的耐心 还有 跟你们公司合作的诚意 我在这儿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是十分地想跟你们合作 您 您说的是真的 就因为是真的 所以 我想我们就不必再 互相试探彼此的底线了 我在这里 提供一份 比下意更有力的合作条件 比下意更有力的合作条件 总裁 您不就是代表下意吗 当然了 不过这一次 我是要用个人的公司 就是我在东北亚 一直延伸到南亚 有好几间我个人的公司 集体 跟你签约合作 什么 我爸 在下意以外 还有几间 私人的公司 这不是违法的吗 只要董事会同意 总裁可以在外面经营公司 而且和集团的利益 没有冲突的话 这是被允许的 不然你想 你爸怎么可能会做违法的事 对吧 也是 是 看来我真的得好好加把券 努力地把商场上的一些经营之道弄清楚 是啊 你是真的得加油啊 姜是老的啦 你知道吗 你爸爸跟我说的那些话 随意抵过我在商场上 独自摸索了几十年 我爸真的有外面说得那么神 我跟你爸说话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就像是被人醍醐灌顶了一样 瞬间打通了我身上的脉门 让我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经商之道 这就好像是 好像武侠小说里 你遇到一个武功天下第一的大侠 传授你功夫一样 所以你很快就跟我爸达成了交易是不是 不只是这样的 你爸还有更高的一招 他为了取信于我 甚至还提出了要跟我交叉持股 我的��侠 我的 CV将来说 你是什么ک 他是很正常的 我哥又能心里 他妈妈关得你 我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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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张是什么 我姐妹 我姐妹 你这张是什么 我姐妹 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这样要求你 不会让你觉得太为难吧 不会 总裁你这个决定 真的是面面俱到 再周全不过 你怎么让我觉得 好像在拐弯 骂我老奸俱华 我哪敢呢 我这是真心的赞美 跟你开玩笑的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商场如战场 就是这么顺习万变 我既要保障你 又要确认自己 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我才向你提出这个要求 没错 总裁您继续 虽然 我用我个人的公司 来跟你达成协议 但这像所有的大公司一样 无论队内队外 都是一直在寻找 对自己最有利的结盟单位 没错 这就是最基本的经商之道 我这个人呢 有时候就是怕麻烦 所以当集团内部 有了意见分歧的时候 我总是宁愿先用自己的公司 来打头阵 等到工程掠地成功之后 那些集团的大股东 眼看着 这份事业有了甜头 他自然就会全心全意地 支持我 投资这份事业 总裁 您真是冻竹先机 其实就算您不提出 和我交叉持股 光用您个人的名义 跟我们公司签约 我也是乐见其成的 怎么说 一鱼两吃嘛 既然这是总裁您的决定 而且也省掉那些 繁琐的行政流程 和总裁您的 私人名义公司签约 也等于和夏意 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不是吗 好 既然你同意了 那我们这个合作案 就这么说定了 过两天 我会派我个人公司的代表 来跟你签约 不过 我还有一个不行之情 我知道 这件事只能做 不能说 尤其不能让 夏意的王妖明知道 你呀 是个了不起的 合作对手 真是 后生可畏 长江后浪推前浪 谢谢总裁您的夸奖 其实经过这件事 我更加欣赏俊燕 也把他当成了兄弟 只不过我担心 我这么做 他能不能谅解我 这一点 我可以替我儿子背书的 俊燕啊 他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那既然这样子 我们就预祝 我们合作愉快 谢谢总裁 谢谢总裁 我希望有朝一日 今天这个合作项目 能够成为俊燕手中 挽回夏意颓势最有力的成功吗 谁知道 爸在这么早之前 就能预知 下意今天的光景 而且还替公司 做了一个 妥善的防护措施啊 厉害